好 最新的現場來關心了 就是顏寬恆回嗆周玉寇爆料前情 做好功課先 但您關心最新現場 他地方為重 他地方出發 跟所有鄉親一起合作 所以說我們這次選舉 台中市第二選區的補選 這個補選是要選出一個真正在地 為地方思考 然後為地方謀幸福的一個候選人 那就周玉寇一個媒體人來講 你跟林靜寧的這兩個相處之下的 這個對敵 你會不會覺得一個媒體人 似乎沒有在 他每天一爆那到底是居心何在 對 他有沒有雙標 讓你覺得雙標 一直在檢視你 結果林靜寧他在選區內 是用租屋的方式這樣子 反而沒有去檢視他 這個會讓你覺得 先射箭再畫吧 這個不只是雙標 這個不只是雙標 這是針對 不管是從周玉寇 溫朗東 很多的媒體人 還有其他的 這個call in節目的主持人 都一樣 我相信他們都是 為了這一次的選舉不擇手段 然後鋪天蓋地 那其實民眾也都看在眼裡 所以我們當然 我們這些事情都 經得起法律的檢驗 所以當然被檢驗也好 這些我們都必須要承受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 大家要正視這個問題 現在是在選台中市 第二選區的立法委員 是要選出一個 對地圈可以服務 可以打拼 爭取建設 注重地方 了解地方 以地方為出發的一個候選人 你覺得媒體人 會不會應該要堅守 自己的那個公正地勢 好 感謝 目前這是目前來自現場 顏寬恒 針對了周玉寇的一些爆料 他所做出的最新的回應 先提供給大家 公正 大家也都很清楚 最新的領先來關心了 這1218四大公投 國民黨地調是四個同意 而文傳會今天也公布了文宣 強調要勾回失去的食安 痛批民進黨卓士和金飛 自主的民主迴力標 打到自己 打臉自己 目前最新 帶您先來掌握 民進黨躲在他們的鋪天蓋地 的資源後面 這樣子來跟民意做反對 當我們看到民進黨全代會 他們所有的蔡總統 賴副總統 蘇院長 這樣子一字排開 對人民的要求大叉叉的時候 其實人民看到心裡 是很難過 也很憤怒 所以國民黨會跟民意站在一起 讓他們感受一下 即將反撲的民意 1218 我們就要讓這些民主迴力標 可以打到民進黨的身上 讓他們親身感受 他們自己當年沒有做好 對民眾的承諾 現在他們要面臨民意的反撲 那最後我們來護一下口號 好 請大家 我講一句 請大家一起跟我喊我同意 好 可以拿各自的有代表性的板子 給大家拍一下 拿我同意 好 這是目前來自國民黨最新召開的記者會 就是公投文宣曝光 民主迴力標將控制民進黨 這最新召集先提供給大家 不過提到公投 來關新的消息了 這個討論核四 沒有言論自由嗎 好 現在綠營的立委強硬要中央處理議員 上下變成了議員堂嗎 只要這個不合理議就沒辦法說話嗎 先來看看 好 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 有關於核電廠 到底該不該重啟 還有這個包括整個如果地震硬搖 會不會有危險等等的相關的一些議題 先來看看范雲他怎麼說 他說這個很多人都說了 他說核四前廠長王柏輝放謠言說核四安全 不過他認為台電跟原能會應該在12月18號公投前來做處理 范雲同時還說核四的耐震度不足 萬一921規模地震的震央 剛好發生在核四廠的下方 將會災難連連 但真相真的如此嗎 我們當然一定要來平衡報導 來看看被點名的 核四前廠長王柏輝他怎麼說 他說 委員大人你們對電廠了解實在太少了 他是一個廠房管線密密麻麻 而且他說他曾經是深深的綠 但是如今卻被綠尾們說成了 一無是處 另外退休前台電高層也說 員工退休之後又不領公司的薪水 我們是民主社會這樣要求 還有言論自由嗎 可以看得出來現在綠營為了打壓 相關有關核四的議題 給了很多人其實已經退休的 都會有很大的壓力 但來看看的是 這個李德維 這個他就我們黨立委李德維 他就說他考察了核四廠 他覺得有三步 第一個不准他考察核四廠的時候 要求不准多代助理 而且對方也要求不准自備攝影 換句話說不可以拍下一些證據 還不准偏離動線 所以他認為這樣的考察 這麼多的這個榜首榜長 到底是在藏什麼 在怕什麼嗎 是不是怕真相被曝光呢 另外來看的是 重啟核四公投領先人黃世修 也表示說 好 這一回S斷層不是活動斷層 他說范雲委員 你先公布3加11的紀錄 會不會比較實在啊 我記得按照片 我會不會被刪掉 我會把他打給你 所以我把他打給你 好 如果真的被刪掉 我會不會被刪掉 我會把他打給你 你或許再打給你